好 再來看到 他說離泰院爆發了大規模的踩踏意外 到目前為止 至少有155個人死亡 死亡再增1人 那麼在受傷的部分有152人 你可以看到在總統現在也哀轟 習越到了現場 結果還問說是這裡死了這麼多人嗎 也因為這句話被大家來無法接受 網路上所有包含了韓國民眾的怒轟說 是瘋了嗎 那麼其實意外到底發生之前 有沒有人來預警 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是南韓的直播主 郭慧仁 當天他也在現場 意外前一個小時還有示警 因為他在這邊直播 但是不斷不斷地被推擠 他就說不要推要跌倒了 後來最後脫棍之後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皮包背帶都斷了 而且在現場人潮滿滿 現在韓國媒體就爆料 就說在所有的部分 其實是有機動員警的 有81個但是在離太原當天 一個都沒有 針對這樣的一個說法 南韓的警方澄清說 有部署了137名的警力 這是比往年多了兩倍 同時現在有許多的消息傳出 像是在這個部分有人說 當天為什麼會發生意外 就是有人在推擠 那麼頭戴的這個兔耳朵的一個男子 被指控說他是故意推擠 所以現在南韓警方也將他列為關西人 那麼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當時 其實動都沒有辦法動 那也有人反應很快 是趕緊的向上來爬 在旁邊其實有店家 事後也有民眾說店家沒有伸手來救援 像是烤肉店把門關起來拒絕 讓民眾來避難 不過也非常幸運的是 有酒吧伸出的援手 將小孩給接走 那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衣服的部分 其實因為有李蘭姐 他的洋裝被扯破了 那麼現在就發現 當天其實有人 把這個衣服讓他來穿上去 所以他的父母親也非常的感謝 也要來謝謝這位好心人士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天在這樣的一個推擠之下 好 短短的巷弄擠進了 這麼多人導致意外發生 現在家屬真的也是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很多都是年輕人 那整體事件呢 警力不足 只能夠大家互相來幫忙 不過其實也有人說 就算警方來到現場 把人給拉出來 但其實也已經來不及了 男子聲音哽咽 講述自己救出來的人 全部無法活命 李泰院踩他事故中 不少民眾當下脫困 也趕緊投身救難 也趕緊投身救難 希望盡可能救更多人 這名男子的餐廳 正好就在始發想弄中 他在悲劇上演後 趕緊要求顧客留在店內 自己卻奮勇送出去開路 直到11點左右 失去意識的人 不少民眾當下脫困 人們都順利被抬出向外 所以結果 這名男子們都被抬出向外 還有一位直播主達爾 當時也和人群一起前進 但最終動彈不得 他脫困後 在鞋子被擠掉 腿部也還疼痛之下 依然開始拉出其他人 即便旁人警告 不能再拉人時 他也堅持表示 再一個就好 不過並非所有人 都有機會死裡逃生 講起混沌異國的兒子 男子搶人淚水 兩位美國青年不幸罹難 這名父親指出 他當時還傳訊息 叮嚀注意安全 沒想到還是發生憾事 而另一位正是10月 才訪台的聯邦眾議員 溫斯卓普的子女吉斯基 溫斯卓普表示 家人感到相當悲痛 刺心裂肺的哭聲 劃破凌晨悲傷窒息的氛圍 罹難者多半是20幾歲年輕人 造成許多白髮人 送黑髮人的悲劇 一名父親難過表示 兒子和朋友外出慶生 他甚至還叫兒子玩得開心 竟然成為兩人最後道別 誰也沒想到 一場節慶活動 一瞬間變調 讓無數家庭天人永隔 記者劉家宇報導 好 來看到 在南韓所有離泰院 這場意外 我們可以看到 最新的部分 今天上午有一名20多歲的女子 傷勢嚴重治療之後 尋告不治 所以目前的總死亡人數 來到了156人 包含了101位的女性 50位的男性 當中有26位是外籍人士 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 不過持續我們要來關注 可以看到在意外發生 當時當然很多人想逃 但是來不及逃 但是還是有很多感染的事件 像是有傳出 有酒吧伸出了元首 來把小孩給接走 同時呢 警方也要來查 是不是真的有網路上的傳言說 有一名帶著兔子耳朵 男子被指說 因為他是故意推擠 導致後續這樣的意外發生 那麼同時 現在還有很多人 在接受治療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當中呢有一位女子 她目前是一個重傷 重傷的患者妹妹 在推特上發布了這樣一篇的文章 她要向大家來說感謝 鄉民恩人致謝 她說爸爸媽媽在現場呢 發現姐姐的遺留物品當中 有一件她身上多穿了一件 這樣的一個運動黑色的這個T恤 但是姐姐當時其實 並不是穿著這個衣服的 當時她是穿著洋裝 可能因為呢 在拉扯過程當中 所以有好心人 就把衣服讓姐姐能夠來穿上 現在父母親呢 也都是非常感謝 也希望能夠 要來謝謝這位好心的人士 同時大家也留言說 希望呢趕快姐姐能夠醒過來 能夠自己來親自向這個好心人道歉 那麼其實在當天真的生死關頭 有一名男子就說了 他帶著老婆小孩來到離太院 真的是擠到沒有辦法前進後退 當下他覺得不走 真的恐怕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他們轉進了小巷 請求酒吧的外國人 把小孩給揭露過去 同時兩個人也進到酒吧 南韓離太院推擠意外 在事發當下人潮洶湧 許多人伸手抓住欄杆 還是被人流繼續往前推 茫茫人海中 竟然也有小孩受困其中 一名男子透過電台表示 當天帶著七嫂到離太院 意外發生前已經被擠到動壇不得 當下驚覺再不走可能會死 趕緊轉進小巷 請求酒吧裡的外國人幫忙 男子脫身時間大約是晚上10點 20分鐘後就爆發推擠意外 男子也表示事發後 許多人指控店家不開門 群眾無處可逃導致傷亡增加 他認為可能是店家 不知道外面發生意外 並非故意不開門 也有酒吧老闆得知消息 立刻衝出店外拯救多條人命 然後按摩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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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患遍布整條窄巷 許多人受到推擠拉扯 身上的衣物殘破不堪 有獲救民眾的妹妹 在確認現場遺留物品時 發現姐姐身上多出一件 黑色的運動上衣 她在網路發文表示 可能是某位好心人幫忙穿上的 希望能找到人親自道謝 記者綜合報導 在南韓的黎泰院採塌事件 日本媒體也還原了當時的狀況 來到這邊現場實測 發現光是站著不動 其實就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承受100公斤壓力 一旦這個燃潮開始來推擠移動 就會出現群眾雪崩 產生18噸的重量 難以承受 可能造成窒息或是臟氣破裂 各界專家以科學實證 還原當時多恐怖 在日本這稱作群眾雪崩 日本電視台攝影棚 以假人道具 逼近百分百還原禮泰院現場 これは密集した場合 人体にどのぐらいの圧力が かかるのかを実験した映像 幅およそ1.3メートルの空間に 28人が入り 壁を押しながら狭めていきます 狭い空間で人がすし詰め状態になり かなり密な状況に 若以面积来测试临界程度 以一平方米大约是完全摊开的报纸 不到两张半的面积来说 以亚洲人体型站满10个人 就已经完全无法动弹 当时的状况推测一平方米 最多挤了14到15人 光站着不动就需承受100公斤的压力 若人潮开始移动状况更惨 몸무게60kg의 성인100명이 모이면6톤 그런데인파가 갑자기 한쪽으로 확 쏠리는 경우에는 18t 정도의 압력이 가해진다는 게 전문가들의 설명입니다 18t 정도的压力来袭 足以窒息 体内脏气破裂 过去专家都教防止踩踏 要把身体尽量全缩保护自己 但以离胎院的情况而言 就算全身缩成一个蛋的形状 都难以保命 记者综合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